今天老弟来加工一个30克的男款带的黄金戒指 这个款式的话就比较经典 反正有很多种叫法 有叫泥秋贝的 有叫韭菜叶的 也有叫天元戒的 它缩小了过后也可以当成女款的带 款式非常经典 就是那么多年了 它一直没有被淘汰掉 而且一直还都是主流 还有一点就是好多人问嘛 为什么我打磨的时候 就像是黄金不是钱似的 感觉跟铜似的 我在直播间里其实说过很多次了 我说想把东西做好的话 最好还是不要去在乎损耗 刻意的在乎损耗 很有可能导致你东西到最后刮手啊什么的 这个戒指损耗了两克到三克 喜欢的话帮老弟点个赞